点亮基隆 守护光荣 在千安宫前广场 基隆市长牛昌率领市政府政务官团队 与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英一起高呼口号 邀请基隆市民11月25号晚上6点18分 参加点亮基隆守护光荣活动 在基隆市区中一路、孝二路、仁武路与爱山路区域 以首牵手方式 立挺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案 同时也让基隆进步的力量能够延续 一年前我承诺所有的基隆市民 我要让大家当一个光荣骄傲的基隆人 八年来我们的努力大家看到了 基隆的进步跟改变大家也看到了 我想这是邮昌跟市印还有所有市府团队 甚至包括整个市政府的公务同仁 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所以这一份成果是属于所有基隆人的 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11月25号 为什么要发起1818-18 有两层意义 一个是号召18岁公民权的一个投票 那第二个呢是希望能够号召所有 肯定牛昌这过去八年的一个施政 还有肯定基隆这八年的进步跟改变 然后希望基隆跟这个过去一样 能够成为一个更进步 更快乐更幸福的一个城市的所有基隆市民 不分蓝绿党派 希望在11月25号的6点18分之前 能够走出来站出来 然后大家手牵手 一起守护基隆的进步跟改变 蔡世英强调在选前之夜举办 牵守护基隆的活动 就是希望号召市民一起守护八年来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让基隆从黑白变彩色 从最不快乐到充满欢笑的成果 过去的八年 我相信基隆人是幸福的 过去的八年 基隆人在右叉市长加市民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之下 基隆有了划时代的改变 这样的改变 其实从生活中 从城市的运动 城市的建设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在11月25号 其实就是要号召大家站出来 来做一个我们基隆城市改变的见证者 基隆城市改变的见证者 我们一起出来 看到城市的改变 一起出来 继续来支持城市的改变 所以要拜托大家 11月25号 18点18分 18停18 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快乐的城市 而快乐的城市 就交给世英 继续来接棒 90多岁的基隆清安宫主委与国策顾问童勇 也当场宣布将加入守护基隆行列 呼吁市民不分年龄党派一起站出来 千层的向清安宫给人骂上香祈福 基隆市长林又昌也与出席的基隆市政府政务官团队宣布 即日起请假三天全力辅选 希望让基隆进步的力量延续 不走回头路 这一阵子以来我们都一直非常的努力 那在投票前的三天 我想我们请假 是希望能够守护过去八年来 非常不容易的成果 这一份努力呢 还有成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每一天 每一秒持续的一个努力跟耕耘 才有的一个成果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 来这个守护它 呵护它 然后来保护它 蔡世英也强调 身后的政务官团队代表的 其实是这八年来 整个基隆市政府所有局处 每一位公务同仁的努力牺牲 所换来的美好成果 除了让市民知道这样的改变得来不易 未来他接棒 也将持续推动基隆的进步 市府的团队过去这几年来 确实让基隆做了很大的改变 那世英非常的清楚 主要原因是在过程当中 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世英跟许多的局处首长 许多的科长 还有许多的承办同仁 其实面对了某一些重要的议题 我们都一起来努力 那这些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要非常感谢很多公务员 其实都牺牲休假的时间 甚至是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为基隆 希望基隆明天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背后 我们的政务官 作为市府的代表 他们现在请假 出来参与 我们最后的一个呼吁 其实也是希望 让市民朋友知道 过去这几年 我们很努力 是因为来也会来接棒基隆 继续来完成基隆的进步 一八一八挺一八 一起开办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